今天跟各位講的小故事 在1984年那個年代 民國基督經濟也起飛了高 但是更多的人是覺得要出國掏金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 你對夫妻一直想要出國去掏金 結果那時候經濟剛起 他把他中校動物的房子 他就投入店 他當時500萬 先幾年5百萬就把他賣掉 要不去出國去掏金 那他在這個掏金的過程中 當然啦 文化種族等等 常被人在欺負 也可能被打 又因為文化的觀念不一樣 那治安 因為台灣其實治安是很好 在國外也被搶劫很多次 那他這一輩子讓下來 在國外打拼了30年 他覺得 他也存到了錢了 存到了一百萬歐元了 因為他是去歐洲的國家 一百萬歐元相當於現在4千萬 他覺得他好不容易存了4千萬 他終於要退休 他要回來了 他要回來台灣退休了 結果當他回來台灣的時候呢 他看到他以前賣的房子 那仲介給他掛牌 也賣掉了 結果掛牌掛4億 那這個故事要讓我們講什麼呢 因為人生有時候往往選擇很重要 沒有錯 努力也很重要 但是選擇也非常重要 要告訴大家的是 你在努力賺錢的當下 當你要投資任何的標的物 你的選擇是非常重要的 齁 那 我雲盤店酒多啊 賣的不況是酒 有時候歡迎你們來這邊 聊聊人生 聊聊八卦 聊聊觀念 酒聊什麼好聊 酒喝就對了 人跟人多聊 可能會起起不一樣的活話 掰掰